9月30日,黄子涛微博发长文 对于自己主演的电视剧《淡化西游》至《爱你一万年》播出以来的各种质疑 发回应道,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不足,毕竟是两年前选择的拍的作品 我觉得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,我会继续努力钻研更多的角色 大家的意见我也会听取 对于电视剧的剪辑问题,他自己也表示 也不知道剪辑为什么要这么剪 我自己看其实也觉得奇怪 其实城墙的戏是猴子附体啦 但是没有剪出孙悟空附身在西洋武士身上 所以第一集会有点出戏,不好意思 黄子涛表示,一个戏的好与坏,还是观众去评审 谢谢一切声音,加油,一天比一天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我自己 粉丝尽词也是纷纷鼓励,是我,我是小精灵的替身演员 这个成绩非常棒,海浪和路人每天都在追剧哟 知道的,我等导演的大结局给我一个解释 后来的你越来越好了,不怕 我们知道路要一步一步走 期待接下来的剧情